李散港人致賀雙十國慶 全英外相訪中議員夫帶黎智英回嫁 出道逾四十年影帝梁朝偉預告下一步 《乾淨世界》和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香港簡訊》 我是麗文 今天是10月11日 星期五 近年陸續有不少港人移民海外或台灣 中華民國雙十國慶之際 他們紛紛以自己的方式表達祝賀之義 六委會於昨天9日晚間舉辦國慶晚宴 港澳台鄉台商社團首長、留台港澳學生、 在台港澳團體及各界重要人士等 280多名嘉賓獲要出席 邱瑞正支持時表示 台灣民主自由的金字招牌 令越來越多的香港、澳門人士選擇到 台灣觀光旅遊、求學、就業、甚至舉家移民來臺 邱瑞正提及 在過去五年多例 已將近一萬名港澳人士獲准來臺定居 很開心齊聚一堂 慶祝中華民國第113個生日 他表示政府會繼續積極協助移居來臺的港澳朋友 適應台灣社會 在台安新立命 進而按據落葉 不少新台灣人 在社交媒體留言祝賀雙十國慶 香港藝人鄧文澤在Facebook寫道 民國生日快樂 祝福感受中華 流亡港人赴湯鐵文說 小時候我住的地方每逢到雙十節街頭都會掛滿 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後來不知為什麼越來越少 但就算沒有掛旗 都無阻大家慶祝雙十節 中華民國113年國慶節快樂 香港電台前節目主持 媒體人曾志豪祝福道 113歲的生日要好好慶祝呀 生日快樂永遠成為追求自由人民的報導 中華民國總統乃青德 今日首次在雙十慶典講話 表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利屬 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權代表台灣 以取得台灣身份證的香港阿陳 向追新聞表示 認同乃青德的演講內容 指人民應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他還指歷史告訴我們 得民心者得天下 沒有鮮烈推翻門清 創立中華民國 沒有今天的民主自由 遠在英國的離散港人 也關注台灣雙十國慶 前葵青區議員 蘇格納香港人創辦國子健寫下 中華民國生日快樂的字句 並指出 雙十節除了讓大家看到台灣 也提醒我們流散港人 積極與其他受壓迫的群體建立聯繫 互相支持彼此 通過共同的文化和經驗 展現逐群間的團結 前香港理工大學副教授鍾建華 在面書以貼圖的方式表示 今天雙十節要慶祝的是 更多人清楚知道 不應該將希望寄託在中共 知道絕對不能再相信中共所編造的方言 這便是很值得慶祝的理由 英國外相林德偉 據報章於下午訪中 在其出訪前夕 一批英國國會議員成立 跨黨派任意拘留及 人質事務小組 關注黎智英等因不公平審訊 已被別國關押的英國公民 黎智英的兒子黎崇恩同日 則與英國外交部 政務次官慰善庭會面 路透社9日獨家報導 英國外相林德偉將於下午訪問中國 重啟雙邊貿易及投資對話 期間 林德偉將在北京同官員會面 並在上海會見 英國企業代表 不過報導亦認為 工黨政府在容許中資參與英國基建 人權及中國環球電視網 牌照等議題上 不太可能作出讓步 而林德偉在今年7月上任後 曾與中國外長王毅會晤 當時已向對方提出 特區政府停止對黎智英進行政治檢控 以及立即釋放黎 藉此之際 保守黨下議員 英子外相海恩斯及工黨上議員 肯離敵牽頭 在英國國會成立全身的 跨黨派任意拘留及人質事務小組 點名關注一傳媒集團創辦人 黎智英等6名被囚禁在專制國家 多年的英國公民 英子外相海恩斯 促請林德偉訪中期間 向北京提出黎智英的案件 將其列為優先事項 將黎智英帶回家 小組還呼籲英國政府委任一位 獨立於外交部的特使 專責處理人質事務 持續跟進每個被任意拘留者的情況 不受工黨輪體影響 黎智英的兒子黎崇恩 以及黎智英國際律師團隊的 英國御用大律師 加賴格爾 均有出席8日晚 在國會舉行的成立儀式 另外 黎智英同日獲安排 同英國外交部政務次官 為善庭會面 為善庭過往國會期間 多次就香港議題發聲 及聲援黎智英 但今次是他首次以官員身份 與黎崇恩會晤 有份出席小組成立儀式的 英國人權組織香港監察 創辦人黎智英就事件表示歡迎 但認為首相施紀賢 或外相林德偉等政府高層 仍有需要與黎崇恩會面 並公開呼籲中港當局 立即無條件釋放黎智英 以展示工黨新政府的立場 影帝梁朝偉 偉仔日前 到中環出席期廣告代言演出記者會 太太兼經理人劉嘉玲 亦有同行 受訪時 自認踏入 演藝事業最後階段的梁朝偉預告 他計劃明年 兼做製作人 自組班底 拍電影 偉仔最近為銀行拍廣告 前晚8日出席發表會 自認多年沒有拍香港廣告 他表示 拍廣告看完份 此拍戲 有好多人找我演出 但都要我喜歡才行 要找到合適的劇本 和角色很難 最好自己搞製作 做自己想做的事 一直等 有些不切實際 偉仔預告明年 將自組班底拍電影 他監製兼演出 至於計劃是否在此進行中 梁朝偉宵言 放假中 最快是明年夏天的事 問他找哪位導演 梁朝偉說 還不能說 會是我自己喜歡的電影 總之好看 會是劇情片 我自己會演出 但我不懂做導演 偉仔表示 任監製控制 整部戲很大責任 無論成功或失敗都沒得抵賴 聞到新兼兩職 會否辛苦 出道遇40年的他說 不怕辛苦 現在是我演藝生涯 最後階段 不知道還有多長 覺得這個階段 已積累了很多經驗 應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偉仔還透露 下一站張同 杜琦峰赴東京參加 第37屆東京國際電影節 擔任競賽單元評審團 需要在8號內觀賞15部電影 其後便會回港 支持太太、嘉玲和王子華的舞台劇 《香港式離婚》演出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點讚及訂閱 歡迎轉發 這就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 再見 Serie 我 gob斷 Living 我 прот陰 你 Ohh difí 再見 最最大的 感谢观看